- 大家好,我們是來自東華大學的學生 然後我帶來這首歌《氣敵生》是我跟一個幹部一起寫的 然後他是在寫說《村上春樹》他的小說裡面 有一個《夜半春之後》這小說裡面有一個對話寫到說 怎樣的愛我然後就像喜歡夜半的氣敵生一樣 就是當你在夜半中突然驚醒然後感到私下無人和無助的時候 那個氣敵生能夠讓你感到很安心 然後我想每個人生命中都會有這樣一個存在這樣子 現在開始 我們聽著夜半起低聲 剛好是兩點零一番 多少盯著街頭的疲憊遠深 忽然對窗外流了聲 為何 太多寫自在的我 還在 最常規避寫的我 漂泊的夜子不知往哪走 有人說答案 在風中 也許早上 也許早晨徘徊 也許早晨徘徊著夢 夜晚卻矛盾失控 心想被忘了頭 但我音樂聽見 家鄉的鄉弄起低聲穿梭 深夜裡的溫暈的凍惡 深夜破燈的 teen 本著的刺激 心想被刺激的被刺激 背景風中担穿梭 被刺激的絕望都會消散崖 別讓愚蠢的聲音 謙ed 當著我們曾經的初衷 記得你多麼愛一個人 別讓愚蠢的聲音 就像港口夜晚的森傘 值低聲音 是你在漆黑的空間 想起與那遠方攝影敲襲 走在這水馬龍的街頭 想著 螢光收拾你和我 與對似近似遠的眼眸 心中了卻 流了口 也許早晨還患著夢 夜晚卻矛盾時空 心想被忘了懂 但我音樂聽見 這香的香動幾滴舍純 中角的過路人都愛呀 愛呀 被觸碰的絕望都會消散感 別讓愚蠢的聲音吞噬 我們曾經的初衷 記得你多麼愛一個人 就像港口夜般的汽笛聲 是你在漆黑的空間 想起與那遠方攝影敲襲 作詞曲 李宗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就像航空夜班的记忆地上 是你在晴黑的空间 响起被那远方声给敲息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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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